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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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非常的年轻貌美 现在已经是不可以用人老术 反正岁月老去了 重新再看这个书的话呢感触非常的深 所以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经典 我们对《仪天楚龙记》 主要是中华文化中的人 对金庸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 我们来简单来回顾一下说 电视剧拍张当风的拍了17部 电影拍了5部 《仪天楚龙记》电影拍了7部 电视拍了8部 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梁文普的一首歌吗 《历史考试前夕》说 如果刘备哭不出诸葛亮 会不会闹出一阵剧本框 我想在华人世界 不管是这个8090年代的整个 流行小说世界 还是属于电影电视剧世界 如果没有金融 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 非常令人喜欢的一个剧本 好了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然后同学们参与者的话 你们有问题的话 请放在Q&A 结束的时候 演讲结束后 我们会调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来请陈明彪老师 来回答您的问题 陈老师 接下来的舞台是您的 大家晚安 今天很高兴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来在我们浪漫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的运动讲坛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个是一个分享 并不是一个很深入的研究 我主要谈的一个课题 是倚天屠龙记中 张三丰武功中的 一个道家思想 我的讲题 主要就是要论西 西论金庸在倚天屠龙记 第24回太极出传揉课当中 这一回里面 张三丰的武功太极权 和太极建宗的一个道家思想 那我先介绍一下金庸 这个人金庸 1920年到2018年 他已经过世了 本名叫扎梁庸 真念扎不念查 庸自分开变成是笔名金庸 1950年以笔名金庸 在香港陆区发表的 《色雕英雄传》 《神雕侠律》 《倚天屠龙记》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 《色雕三部曲》 没发现到《倚天屠龙记》 是最后的一部 《色雕英雄传》 谈的主要是《舞爵》 《东邪西渡》 《南地北爱》 《中神通》的故事 《神雕侠律》 主要谈的是 写的是 这个杨国跟小龙女的一个故事 《倚天屠龙记》 写的就是 张五纪的一个故事 还有《天龙八部》 《教江国陆庭记》等《武侠小说》 《天龙本人》 它是这样 它这是明报 它所创的这个报纸 这是它的一个照片 在左边 《飞雪莲天色百路》 《孝书神侠以弊秧》 这个是对联 其实就是它十四部著作的一个掩盖 《孝》就是所谓的《孝江胡书》 就是《书前恩仇录》 《神》就是《神雕侠律》 而我今天表谈的这个《人录》 《张三丰》 在历史上的一个记录 它的一个画像是这样 在左边有所谓的 这个黑白的照片 这个图像 不是照片 写的是通维显画张真人像 而右边是《张三丰》主书 这个《圣洁》 这个是所谓道家世的人录的一个形象 而我们现在对这个《张三丰》的一个了解 其实并不是跟它的一个本传距离是非常的遥远 我们主要是受到《金庸》的一个描述 金庸非常成功 生动地形塑了《张三丰》 赋予他丰满 饱满的一个形象 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金庸武侠小说》 剧里面的《张三丰》的一个造型 发现到他出现的时候 就是一个白发白胡子的一个 已经是非常年纪非常大 的一个修道的人 又好称《张真人》 以下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纲目 第一个前言刚刚讲过了 第二个就是要探讨历史上 明史上的一个《张三丰》 第三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张三丰》 它分布的一个回目在哪里 第四就是太极泉宗的一个道家思想 第五就是太极建东的一个道家思想 第六就是结语 第二点历史主要就是谈到明太历史 明史上的一个《张三丰》 关于它的记录是非常的少 这边在录了一些 这边只记录到《明初》 《周滇》《张三丰》之书 《中击》《密幻》《默可测试》 就是它有点神龙见首或见尾的一个样子 又说到它是真人张氏 道家者流 所以它是一个道家式的一个人物 那接着这边说到 张三丰辽东异义中人 名权一名军宝 所以它又叫张军宝 三丰齐号又叫张三丰 它呢以其不修蝙蝠又号张邋遢 所以这个人就是邋里邋遢的 那第三 说到它 齐二维归行赫背 大耳援目 虚然如己 这个是齐二维就指它很高大 高大 修长 第四 寒死为一纳一缩 他穿的衣服 不管是寒天数天时 穿的 很懒的 这个疯疯 疯过很多次的 那衣 一缩 一缩就是这个缩衣 以前一缩少做的鱼 所淡 身斗折尽 他所吃的 有时候吃一身一斗 就吃完了 可见他这个人 衣着简单食量惊人 或数日一时 或数月不时 有时候就是常常不吃东西 第五 静今目不亡 也就是说它过目不亡 静今目不亡 过目不亡的一个本领 有处无痕 居无定所 或云能一日千里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虚幻的 很沉密的一个描写 接着就讲到 常有五当诸言或 愚人曰 此生一日必大心 三宫与歧途去 真马 辟瓦利 创草炉居之以而舍去 这个是指 他曾经到过这个五当山边游历 而且他在这边曾经对五当山的这个地方做了整理 去除那个杂草 搬出了那个瓦利 建了草炉 后来不知道什么又离开 最后又说到 一世之间当死 刘宋儿是 先人共观脸之 有一天他自己说快要死了 然后大家就把他狩猎 就把他狩猎 等到要埋葬的时候 极杖 文官内有生 其事则复活 所以他这个人就是死而复活了 所以不是只有耶稣死而复活 当山峰也是死而复活 后来 这个记录 关于明史的记录 我会发现到关于张山峰的记录是非常少的 而金庸就是曾经这边的一个记录 加上自己的想象力 赋予张山峰更丰满的一个形象 那我们第三要探讨的是金庸的五家小说中 张山峰出现在哪一些回目 在神教下旅的最后一回第四十回的时候 华山之巅 他的师父 却远跟张群宝 也就是少年张山峰出现了 后来到了这个 倚天屠荣记的时候 第二回 武当山顶松柏场 这个还是少年张山峰的一个形象 到了第四回 这边又出现了这个张群宝跟张山峰的形象 我今天要谈的就是第二十四回 意思是要谈的是这个太极拳中的一个套家思想 在这个主要是出现在第二回里面 话说某一日在三千前有 仰望浮云浮世流水 张群宝若有所悟 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 门地里获然贯通领会的武功中 以柔克刚的治理忍不住仰天长笑 他抬头望见的是这个浮云 而浮云是怎样 他的形状是一直改变的 他地头所见的是一个流水 而流水随着地形而怎样 随意的一个会改变他的形状 所以云无常心 水无常流 这边他就做了一些 有些体会了 这个宇楼克刚这个道家 太智路的权力 道家冲虚远通之道 他的《九郎之经》中所记载的一个内功相互发明 创出了婚姻后世 照耀千古的一个武当一派武功 这个时候他还是少年昌三峰 接下来就是他年纪很大了 八九十岁 出现在第二十四位 太智初传柔克刚 在这边我先讲一下他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 这个武林人士 被这个陈坤这些人 外旦鼓动 让他们去围攻光明顶 那在光明顶的时候 刚好这个 在明教的光明顶上 张武锦刚好出现 他就一一做了调停 后来呢 这六大派就下山了 那陈坤的这个阴谋 就被打破了 可是没想到这六太阳派 在下山回去的时候 遭遇到赵武明所派的这些武林人士 包括了阿达阿尔阿山所埋伏伏击 大家都丧失了武功 后来被关在了这个大都的万安寺 而且呢 这个赵明呢 还乘胜的追击 他怎样呢 他跟着他的一群手下来到武当山 要逼降这个张三丰的人 那张武锦随后就赶紧赶到武当山 并且搬成了盗篷 而他也看到张三丰 受到那个坏人的一个偷袭 受了重伤 这时候张三丰跟他的那个 唯一的刘在武当山的这个弟子 这个手脚都断掉了 他的山师伯 于大远就出来迎敌 那首先他所要面对的是阿三 阿三是这个金刚抚摸神通 所谓的金刚门的一个奇人 他的武功外功是非常厉害的 那这时候呢 三无忌就挺身而出了 张三丰就跟他讲的这句话 就临阵受召 他说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拳 跟自来武学之道全然不同 讲究以敬自动 后发制人 那一般的武功是先发制人嘛 天下间怎么有后发制人的武功呢 这真的是非常耐人取位 而这边也可以看得出这个 这个金庸描写的一个高明之处 怎么可能是以敬自动 又怎么可能是后发制人 后发是被人制 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所谓他谈到的太极 这个太极就是中国传统的思想 你看到左边的这个图像 太极是生两颜 表现出阳动跟阴镜 那这个两颜就产生了金木水落土五星 那接着变成昆道成女 前道成男 并且是挖路挖身 而右边我们所看到的是太极 最下面是太极 太极生两颜 这个是易经的一个八卦的一个 它的一个 如何变化出来的 太极首先生两颜 阴跟阳 两颜就生四项 四项在生这个八卦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太极所生 太极就是一个大 太极就是生长天地万物之母 所以这个就讲到 它叫太极拳跟太极剑 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是太极 太极就是这个宇宙的一个本云 在老子的二十五章讲到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极细了细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待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这是说什么 说这个道是混然而成的 它是混然一体的 而且在天地产生之前就有了 那它也是极细了细啊 你听不见它的声音 也看不见它的声音 也就是它是无声无声 独立而不改 它是独立长存的 而且永远呢 不会停止的 周行而不待 它是循环运行 而生生不息的 可以成为天地万物的目 也就是根源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 老子说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所以呢 勉强的就叫它说道 那可见道就是宇宙的本源 就是天地万物所谓产生的一个能源 那这边讲了这个太极 我们对这个太极拳和太极拳的太极拳有说 做了一个了解 它是宇宙的本源 接着 张商风当场演示太极拳给这个张武记 你会发现到我这边接下来这些原文 我就简单的就在录重点来讲 我会每一堂每一句 每个字都去念 那当然表示了颜色的地方 就是我的一个重点 你会看到张商风就缓缓站起身来 他就在那边演示太极拳 只见他左臂半缓掌引面 对成阴掌右掌翻转 翻过来成为阳掌 说到这是太极拳的起手式 接着他就一招一招的演练下去 演示下去 有揽却为单编等等 那这边又出现了太极 太极生长仪 太极就产生了阴跟阳 所以他的太极拳里面 就表现出阴跟阳互相出现的一个情况 那什么是阴阳呢 阴阳有这三个特性 第一个阴阳是互相对立的 在中国传统的古人来看 阴阳可以表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 所有的对立的物相 像天理、男女、昼夜等等 而这样的一个对立 当然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阴阳是相互依存的 也能够相互转化 也就是阴阳它的存在是互根互依 阴是阳的根 阳是阴的根 而他们又互相依靠 而且能够互相转化 也就是阴可以转化成阳 阳可以转化成阴 任何一方不能够单独的离开对方而存在 第三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这是古人对这个世界万物的一个认知 把它分为阴跟阳 那当然这边太极选 词出了阴跟阳 阴长、阳长 好 这时候张无忌在旁边看 看他这个太师傅在那边掩饰 那也是到第七招的时候 只见他左长阳、右长阴 而且感觉到他是 就是宁众如山 又轻临似语 宁众如山就是阳 轻临似语就是阴 那这时候张无忌就领悟到了 原来这个就是以慢打快 以静至动的上乘武学 所以这个他就在那边一直细心的 看到张上风在那边双手远转 然后呢每一招都含着太极式的这个阴阳变化 所以是非常的奥妙 那过了一顿饭的时刻 他双手抱着太极拳式的一个圆圈 说到这个拳术最重要的一个诀笑就是 虚灵顶尽 寒凶把背 松腰垂臀 臣尖 醉肘 这边又强调了 唇以异行 醉迹用力 异这个字是一个关键词语 在后来的这个太极拳和太极弦里面 你会发现到他一直常常出现 最重要是要用 你要注重你的义 而不是强调你的力 那这时候张三峰又在讲了 这拳净手要在刺送飞送 将斩会斩 进断义不断 又在强调义 好 那这时候呢 张无忌 就跟这个张阿三对打 然后呢 他就用了这个蓝雀尾 这时候他右脚是左脚虚 也是一个阴阳的一个配合 这时候阿三就被他一戴 而且阿三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自己的拳头 里面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千拜金的力气 好像打入汪洋大海 有点无影无踪 有点泥牛路海的一种感觉 所以他很生气 又一怕 一次呢他就发怒了 这时候他就快速得出拳 感觉到有数十条手臂 数十个拳头 同时急速一半 那张无忌呢 就一直用这个太极拳的武功 去对付他 所谓单鞭啊 提手上士这些东西 那这时候阿三又觉得 他又被这个太极拳手龙招出 所以他要跟他张无忌 就是说要两败俱上 在这个第二段的这个部分 可是没想到呢 张无忌 双手一圈 如暴太极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他就是一直在那边转圈 那这个转圈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就像有一股昏熊 这时候有一股熊混无比的力道 组成了一个漩涡 就带着阿三在原地 急转七八下 就好像转陀罗一样 所以呢 旁边的人看了 就嘲笑阿三 你不应该叫阿三 你应该改名叫阿转 因为转的很好看 转了好多鞋 那好不容易阿三就定下来 其实 张无忌所用的这个太极拳 其实他就是用了 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 天下之至柔 最柔的 而的东西 来驰骋天下最坚硬的东西 那老子的四十三章是这样说 在老子的一个书里面 他很喜欢用水来做批语 他说天下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末之能胜 天下最柔弱的就是水 但是他能够把最坚强的东西给公穿 像这个水一滴滴的滴在石头里面 过了很久的时间 水一滴滴就石穿 以其无疑之弱之圣强 柔之圣刚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弱能够圣强 柔能够圣刚 天下人每个都知道 可是每个天下人 没有人可以实践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张三峰能够发明这样的一个权术 以柔弱圣刚强的这样的一个权术 是非常的一个了不起 当然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道家思想的话 太极拳了 这种以柔克刚的这个权术 是否能够创立出来 还是一个 可能就是 可能还是存在一个疑问 这个我们接下来再看 那这时候呢 张三峰也在指点张五纪人 你要用意不用力 太极要远转 不始断绝 当得及得势 令对手其根自断 一朝一始 不须节节贯串 如长江大河 滔滔不绝 所以他看到张五纪的一个毛病 但是他发现到张五纪 虽然他领悟力很高 但可是还没有体会到太极拳那种 远转不断之一 这种远转不断 就是所谓的一朝一始 每一朝都要贯 算就像长江大河一样 他的一个水流是不断的往前流动 而没有断绝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道的一种循环反复 周流行 这个远转不断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体会 所以张五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所以听了之后 就一直在想到太极圆 太极图 远转不断 阴阳变化的一个意思 那其实张五 张三丰这样讲 其实就是这个金庸 我觉得应该是金庸看了 张三丰的太极拳全经之后 做了这样的一个花佑 在张三丰的一个太极拳全经里面 这边做了一个在路 他说到一举动 周深居要清零游戏贯串 是注意贯串这两个字 远转不断 气宜古荡神宜内敛 无始有缺旋处 无始有凹土处 无始有断虚处 如何不让你的全处有缺旋处 凹土处断虚处 就是你要一直贯穿 虚实虚一分清处 这边的虚实就是指阴阳 你的阴阳要分清 一处有一处的虚实 一处有一处的阴阳 处处总是一处的虚实 处处就是一个阴阳的呈现 周深结晶贯穿 无令丝毫见断 每一个地方你都要贯穿 不要让他有丝毫的一个间断 这个就像长拳 你把太极拳 你要像长江大海一样滔滔不绝 所以强调的是一个贯穿 这时候张无忌领悟到 他就在我们第四行里面就讲到 他双手就是很圆形的长出 就提回到太师傅所讲的圆转不断 这时候他就打出了很多的圈 有左圈、右圈、一个圆圈 大圈、小圈、平圈、立圈、正圈、斜圈 一个个太极圆圈发出 这个就是一个圆转不断 而且是连绵不断 而且是贯穿不语 就像长江大滔滔不绝一样 这个R3就被他带着团团团团 那到了蒙不其然 这时候张无忌就用了一招太极拳的云手 狠狠地把R3的手脚断 那因为R3把他的三四伯和六四伯的四肢都脚断了 所以他对他不客气 把他的双手双脚都脚断了 所以这个R3就被太极拳打败了 接着是R2上场 那R2上场呢 他是一个武功里面内功很厉害的 那张无忌就跟他内功对内功 张无忌用的是这个九阳神功 以九阳神功对他 这个R一下子就这样 就被正飞出去受伤 接下来出场是所谓的阿大 这个阿大是谁呢 原来就是这个所谓的盖方的长廊 这个也是我第五个部分 我要讲的太极拳中的一个道家思想 那有太极拳 当然就可以衍生出太极拳 那阿大是谁 就是这个巴比神节方长 这时候他就听到赵明教他的 他就拿起以天剑出现了 那忽然听到张三峰说 吴季啊我的这个太极拳已经学会了 还有一套太极拳 所以不妨只有现在传给你 他现场教他 现场教他 你知道你要学十年八年你才能够存守 现在你要现场去教他 那张无忌虽然很聪明 可是怎么能去面对 去应对这个阿大呢 阿大是使民家会 他懂了好多套剑术 而且又有天下最锋利的武器 除了以图隆刀之外 他怎么去对比 所以这边造成了一个文学上的一个悬念 而我们当然在旁边 我们就看了会很紧张 怎么去打阿大 但是金庸不会是金庸 他用了很高潮的一个描写的一个手法 把这个不可能的一个情况报为可能 那这边就是这个所谓的以天剑跟图隆刀 武林之尊宝刀屠隆 以天不出谁已争锋 以天剑跟图隆刀里面有秘密 有什么秘密 我这边就不讲了 请各位听众自己去看 看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知道以天剑跟图隆刀里面有什么秘密了 我们的重点是以天剑 那这时候张张峰就问张无忌 你没有配件 小赵就拿了那笔木制的假的以天剑 张张峰就自己开玩笑说 你这把木剑布式我要用来刮糊捏绝 做法七学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道士 所以他就自己开自己的玩笑 这时候他拿了那把剑就在那边掩饰 就从这个所谓的三皇套月大葵星一直慢慢的掩饰 然后双手同时画一圆 这时候张无忌在旁边看了 他不记那个招式 只是看剑招中 神在剑先明明不觉之意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表示什么 你要无招而有益 你要领 你不需要领会那个剑招 你要领会那个剑意 剑意才是根本的 那张峰这一路剑法使完 慢吞吞的 软绵绵的 大家看着都很惊讶 这样的剑法如何迎敌呢 那后来就讲是不是因为张真仁要放慢招数 让他的图顺可能明白 那张三丰演示完了之后就问他 张无忌你看清楚了吗 张无忌说看清楚了 张三丰又问你记得了吗 都记得了吗 张无忌说忘记了一小半 张三丰又说好 那也难为你自己去想想 张无忌低头想了一下过了一回 张三丰又问 现在怎样呢 张无忌说已经忘记一大半了 这个如果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会很紧张 哎呀如果你应该要把每一招都记得 那你现在居然全部忘了 你怎么去对付这个阿大 旁边的这个周天就代表我们这些人 就很担心 就很担心 又要张三丰再演示一遍 给他的教主看看 张三丰就微微笑 好吧我再试一遍 那这时候看了几招 大家又很惊讶 因为第二次死的招 又跟第一次没有一招一样 周天又在那边逛逛 他叫了哎呀这可怎么办 张三丰也是完了又问他怎样 张无忌说还有三招没忘记 张三丰点点头 收剑归座 这个真的是高来过去 那这时候张无忌在殿上就慢慢的走了圈子 那后来就领悟了说 我全部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 张三丰也觉得不错 不坏不坏 忘得很快 那你现在可以请这个八臂神剑讨教了 那这时候呢 两个人就这样过招 你会发现到张无忌的木剑横过 画个半圆 就平搭在这个乙天剑的剑际之上 也就是他没有跟乙天剑的剑锋相对 因为如果你是跟他硬对硬的话 乙天剑一定把你的木剑砍断 那张无忌只是在那边画圈 一直远转不断 这个就是方东白啊 这时候就有点惊讶了 那这两把兵刃一直跑进去是木剑 那张无忌是用自己的盾 来抵挡敌人的风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张三丰传给他的是剑意 不是剑造 要他将所剑造的剑造 然后忘得半点不胜才可以得到精水 神水淋漓时候要以意欲见 千变万化无尽无尽 如果有一两招忘得不干净 就是心有居属 那这个意思呢 像杨潇因天真这样的高手大概懂吧 只有周天 故宫比较好 所以他就不太懂 在那边很着急 那其实呢 从这边剑意跟剑造来讲 我觉得他有一种有无的关系 意就是意念心念 剑造 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招式 在老子的第二章里面说到 有跟无的关系是有无是相生的 你要了解有 要从无去了解 你要从 了解什么是无 你要从有去了解 在老子的第40章里面又讲到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这个又把这个无的地位抬到比有高 而后人的注解说 将欲全有必反于无 你要保全世间的万有 一定要回到以无为根本 那接下来就是我的一个理解 其实这样的一个描述 表示什么呢 因无生有 变化无穷 亦是无行的 召是有行的 无行就会无限 就无拘 无直 有行的话 就会有限有之 所以以亦来生召 才是根本之道 他无直的话 就无师 这是老子所讲的 如果有有行 就是有召的话 就是所谓的为者就败之 其实要体会到到家思想 下来你会看到 两个人在边交锋 张无奇的这个木剑 就是在团团的寒光中 挂着一个个的圆圈 然后每一招都是用弧形四处 以弧形收回 他心中没有半点扎仔 没有半点拘束 只是以亦运见 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 慢慢的会发现到 他的木剑每发一刀 就有如发放出一条细丝 缠在以天剑上 那斗了好多招之后 方公白的剑招就越来越重 就越来越平质 那手中的宝剑好像越来越重 从五斤一直增加到二十斤 之后 还越斗越害怕 因为斗了三百多招 双方竟然见风不骄 这是他从来没有遇过的事 那对方张五斤就像撒出一张 丝网一样 一步一步往中央收紧 虽然他连换了好多套剑术 还是没有用 张五斤就是用一招 持剑化圆 所以这一路太极剑法 只是大大小小 正反学识各种各样的圆圈 要说招数呢 可说只有一招 那这招就是以剑意来去对付你各样各种各样的剑招 这样的一招就是永远是应付不穷的 他是无穷无尽的 那到了最后的时候 这个方东白的手被张五斤砍下 用木剑砍下 而砍下的时候他的手还紧握着一天剑 当然这场的比武 甚至阿大阿二阿三都被张五斤打败了 而他手用的是太极剑 太极剑 而且还有九阳神功 最后就是一个结语 就是希望大家 第一个能够进一步的去阅读这个文学经典 这边指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庸的一个影视剧那么样的精彩 任何人来改变的话 都一定拍得精彩 为什么 因为原著太精彩 所以只要不是太多差的导演 这个改编的人 一定拍得很好看 第二个 希望大家可以进一步去了解 什么是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消极的吗 我想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他还是积极的 还是积极的吗 我想 这个他的积极层面是很高的 第三 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去了解 什么是中华武术 太极拳 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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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以上是我一个简单的报告 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OK 我们这场非常的特别 因为你们很多人在听的过程中 会听到雷声 在打武功的时候 然后想像那个雷声打过 然后有几个高手 然后在屋顶上打太极打雷功 好 这当然是一个想像 我们这场的话 先跟各位朋友抱歉 因为很多人听得卡卡的 我也听得卡卡的 听说金宝现在在下大雨 金宝现在在下大雨 所以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这个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问题 好 我们现在呢 原则上呢 是以Zoom作为主堂 我们的问题呢 会以Zoom的优先 可是问题很少 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困难 谈到家可能他难度就很高的 刚刚我们的这个陈老师说 老子的有无相生 那我想起昨天 我们那个杜老师 谈那个佛教 那个金刚经的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如果未来呢 可以主办这两者 这个金刚经和老子的一个对谈的话 应该是非常的精彩的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Zoom只有一个问题 我们一个叫Chain Yong的朋友 他问的东西是 周易的八卦和老子的道德经 有什么关系 还是彼此之间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好了 陈老师 听保老师 周易的八卦跟老子的道德经 是 周易的八卦跟老子的道德经 其实应该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太极这个观念 就是太极这个观念是一个 周易里面所讲的特别强调的 但是太极这个观念 其实不是只限于儒家 这个其实这个道家也是可以借用 这个如果是佛学的话也是可以借用 那刚刚这个同学们问的就是 周易的八卦跟这个道德经有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在我研读的一个过程里面 老子五千字的道德经里面 没有出现八卦这两个词语 没有出现这两个词语 所以我目前看不出它有什么关系 好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是超级杭交 他问的东西是 刚刚说的太极剑当中 以吴生有 以那个都孤九剑的无招甚有招相似 但都孤九剑始终有九势破剑破断等等 始终是有招 是否意味着这个都孤九剑不如太极剑 可笑傲江湖中呢 武当剑却输了给了都孤九剑 请问您怎么看 哇这个 我觉得这个 都孤九剑的一个造语 是非常高的 不管你是破剑士 还是其他的这个士 太极剑里面强调的是剑意拥先 有剑意去破剑招 而都孤九剑呢 其实它在破解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意味 他也是只有一招 然后等对方出招再去破解他 我觉得他们应该可能有一些关系 有一些关系 独孤九剑 太极剑强调是一个剑意优先 而独孤九剑 我觉得他强调的是一个 也是以吴的精神 去破解世间各种各样的一个剑招 所以应该也是属于道甲式的武功 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叶先生 这个应该是金庸的这个武侠迷 他对这个造语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挑着问先来问说 还是先问武功的 大家对武功好像是更有兴趣 老师想请问您当吴季接受 这个祖师战三封 教会下三次队里对手 就是阿三阿二和阿大 是否有高下之分 是否反映出道家不同的一个面貌 就是队里这三个人 这是表示了这个不同的道家的一个风貌 不同的道家风貌 除了第二个 他是以九阳神功去对付这个阿二之外 这个我们就不论 九阳神功是一个阳刚的一个武功 那就剩下阿三跟阿大 那这里面有没有展现不同的一个道家的一个层次 是指层次的不同吗 我觉得他并没有展示这样的一个层次的一个不同 他都是用一种无的精神去对付这两个人 一个是拳脚 一个是剑术 都是用那个道家思想的一个无的精神 一个是太极权的这个权的权益 一个是太极贱的贱益 这个是属于一个无的层次 我是觉得是这样 好我们的 好我们原则上我们再强调 Zoom是我们的主场 刚刚我去Facebook看有一些问题 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同时顾两边 所以Zoom是我们的主场 然后呢有人说Facebook的这个视频呢 它的效果其实不如Zoom好 所以有接下来的场次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还是鼓励同学们 各位呢 Zoom的效果真的比Facebook live好很多 好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问的可能是比较诚学性的一个问题了 老子思想是否应该从军人之术的角度来做一个解读 对老子历代的一个解读啊是很多的 那军人之术就是所谓的统治术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在这个老子的这个原文五千字里面 对政治国家的一个讨论 其实是常常屡见不鲜的 因此呢 如果说你要以军人之术来去探讨老子的话 它也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这个就是说如何治理国家 让国家变得更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老子的无为的一个思想 无为无直 然后以无的精神去带领这个国家百姓 让大家能够生活的自由自在 这个在盲老思想的时候 其实有呈现了老子的一个无为 而因为无为而能够无故为的这个思想 好这个问题呢是黎明志问的 黎明志问的 好我们的程庸问的东西我想这个问题 这个有他有请老师建议道德经注释的书 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每天把老者道德经读一章 全文先读完一遍 你大概81天就读完81章 那历代以来最有名的一个注解就是 这个王毕的老子注 当然如果你要看现代人的一个注解 我觉得这个大陆学者北大哲学系教授 陈胡英先生的老子经注经义 你也可以去参考 当然还有历代以来 关于老子的注解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边就介绍一本古代的最有名的注解 任何人研究老子一定要参考的 就是魏晋时候的一个有名的 哲学早会的人叫做王毕 24岁的时候就把老子注 跟周一注写出来了 写完之后就过世了 而这两本是研究老子跟周一一定要参考的注解 没有参考到就是你参考书目不完整 就是有经典的 如果要研究老子的人 要去看刚刚陈老师提的这个经典 好我们接下来的话 刘邦邦邦他问的东西是 老子的无为而至是否还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我们现在可以过着无为而至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吗 无为而至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理性这个观念 无为的无为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老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顺应自然 顺应自然就是说 好好的照着你的生命的本貌 生活的一个原貌去生活 而这样才是人类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 好就是无为就是要顺应自然 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恩干敬好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呢 为了组织的场次 我还特地去看了这个谁啊 李连杰演的这个张三峰 这个也是非常的精彩的 好我们的干师二呢 他问的东西是 旧阳真经是佛教武功 张三峰从绝远大师原集前所念诵的 旧阳真经悟出武功 旧阳功 后为武当基础武学 金庸是要用词来表示什么东西呢 是要说佛 是要说道出于佛 还是佛道之间的优劣和融合 好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想过 当然你这个同学可以 这位听众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解读 因为确实这个是从伦前经里面 得出来的这个旧阳神经 旧阳神功 而在金庸的一个武侠小说里面 你会发现到 他对于佛的一个描述 感觉就是比较多 而且那个境界会比较高 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解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可以成立的 那当然可能还有包含一个一点就是 如跟道他们是相容的 这个是佛家的武功 但是我们道家也可以发挥 所以这个天下武功 其实都是同出于侧 都是有互相成就跟影响的 到最后也分不出谁是谁 我们的黄汉东 我会跳着显泪式的东西 这个黄汉东这个同学问 有一句话说 天下武功 无快 无破 所以以进制动 后发制人 看似消极 其实呢 是谋定和后动 看起来后发制人 其实是第一 其实是第一动 我先动 所以说是以进制动 但进若处止 动若脱兔 因此毫不消极 这样子说 对不对呢 他其实是问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应该程老师 你自己可以看到 好 我同意 但是这个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不一定是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这个如果照这个 倚天图隆记 这一回的一个记录 应该是天下武功 唯柔不破 我们的陈请财的这个朋友问说 道家思想是否可以说不积极也不消极 是属于部落二边呢 我觉得第一个他不是消极的 他有他的一个积极的一面 那你说他不消极也不积极 当然每个人的一个诠释 但是我觉得他看似消极 实际上是非常积极的 这是我的一个结论 好 我们的这个Danko Khion 这个朋友问说 这个除龙道和怡天剑的秘密 你还没讲呢 你还没讲这个除龙道和怡天剑有什么秘密 好 这个怡天剑跟图龙道秘密 要回到张山峰那个时候 一百年前 郭靖跟黄荣在走这个向阳城的时候 在城破之前 把那个杨过手 送给他的那些有名的 这个兵器全部溶解 变成两件 两件神兵 一件就是怡天剑 一个就是图龙道 那怡天剑里面就藏着武功的秘籍 而图龙道里面就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不管是哪一个剑 不管是剑还是刀 就是分别藏着 一个是武功秘籍 一个是桃花岛的地图 那桃花岛的地图是里面有桃花岛 进去桃花岛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宝藏 那个是要用来对付援兵的这个后来使用的军费 所以这两把神剑呢 这个秘密 只有这个 郭香 俄眉派知道 所以 但是其他人都不知道 所以俄眉派掌用了这个怡天剑之后呢 其实就是那图龙道一直流落到 很多人手上 最后流落到血迅手上 那如果你要取出里面的武功秘籍跟宝藏的话 就要刀剑户籍 刀剑户籍的话 这两 倚天剑跟图龙刀就会断 断了之后里面的兵器跟藏宝图就会跌出来 这时候你就可以学这个矿石的武功 还有去得到这个抗原的军费 这个就是他秘密 好 那个我们接下来有点问的是 心灵辅导师这样子的问题的 如何做到 诶刚刚那个炒掉了 如何做到无为是通过忘记吗 这是我们生活中 能不能够实现无为 就忘记一个人叫做无为吗 这个同学不晓得你最近是不是 经历了什么东西 我们的敏恋同学 还是老师要跳过这题 其实无为呢是什么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 无为就是一种表现出一种 顺应自然的精神 那其实就是说 你对你做你的事情 你不要执着 执着于他 不要造作 不要执着 不要造作 也不要刻意 这个就是所谓的无为 能够无为就能够无不为 就是一切 就是一个 他道家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顺应自然 那顺应自然就是 不刻意 不执着 不造作 好 然后我们这个华威 他没写 它是什么名字 他问说这个藏无记 最后呢 他弃教主隐居 这个是属于 道家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呈现吗 第一个他本身就不喜欢做这个名教的教主 他是被拱出来的 这第一个 这个因为他的性格也不适合 所以等到他那个事情完成一个段落之后 当然他就想要离开 跟他的那个敏媚双树双飞 那你说他是不是一个道家精神的呈现 其实可以啊 因为这个是功成身退 这个道家老子所讲的 功成身退才是天之道 就像那个范女 她是功成身退 变成转身成为这个逃出公 做商人 还好离开了勾建 不然的话 他就被勾建杀死 这个是一个功成身退的一个表现 道家精神的一个反应 你可以这样说 我们的这个书名著 还有一个叫Thomas的两个问题 我一起合起来问说 三三峰是全真派还是真一教的人物 这个我们的太极拳 创办人真的是张三峰吗 就是问张三峰的 道教有很多派 全真派在这个经朝的时候 也就是从全真派的创始人 就王重阳 这个历史上是有这个人 还有全真妻子 邱祖基 这个是王重阳的学生 也是历史上有这样的人 在经的时候 经朝的时候是非常盛行 那张三峰可能是 他是道教的另外一个派 这个我是没有研究了 因为在历史上 明史的记录没有说他是哪一个派 他只是说他是道家人士 他没有说他是道教 但是我一般人说他是一个道士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太极拳的创办人真的是张三峰吗 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记录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他 然后太极拳在发展的时候分成五派 有城市太极拳 洋市太极拳等等 那有些并不是每一种派别的太极拳 都是很缓慢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洋市太极拳是非常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 好我们的这个接下来的同学是 我们这个狼门大学中文系的同学 问的余裔霞能解释一下 义和道法的一个关联吗 义跟什么 义以道法道法 义式的义以道法之间的关联 道法是哪一个道 道士的道 然后道法自然的道法 这个问题可能要再修正一下 义以道法的关系 这个问题很大 而且他很难去回答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界域啊 不是很清楚 这个问题要重新再提问 玉霞你要重新提问 好 这个有机会见到陈老师 我们来再问 我们先挑几个武功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的谈的是武侠小说 我们最后的两道问题 我们挑选武功的一个问题 哲学的问题 可能我们就先喝着了 令胡冲 你多过久见的精神 也就是后发的精神 也破不了东方不败 是否代表违快不破 仍然成立 我们在业修 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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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问题 很强劲 好 笑傲也是武功的 我们今天谈武功 可惜不能够现场 还有这个 演练武功 笑傲江湖中太极 输给杜姑九剑的原因 是不是也是使剑法之人 对剑法精髓的领悟力高低有关系 是的 在那个记录里面 他是这样说的 就是那个使太极 使那个剑的人 对于那个剑法的一个领悟不高 所以这个剑招本来是很好的 但是有时候要看你有没有很好的领悟 你如果没有领悟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使出实诚的威力 所以不是剑招的问题 而是使剑的人的问题 这个就跟那个辟邪剑谱的一个情况是一样的 辟邪剑谱的第一代的那个 使剑的那个人 他的领悟是很好 可是到了传道后来的时候 懂的人大概就只懂了辟邪剑法的三次成而已 当然也发挥不出辟邪剑谱的一个威力 谢谢 我们今天呢 还有人问一些哲学性的问题 佛道的问题 所以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一一回答了 那Mr.Dum 我把这个厂试交给你 谢谢你们的提问 还有Facebook 可能有一些也就抱歉 我们的主场是Zoom 所以我们只挑Zoom的问题来回答 谢谢大家的提问 希望我的回答大家可以满意 好 谢谢两位小老师 那很高兴今天能够听到两位老师的这一个分享 我们现在节目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那在结束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这是我们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的两位老师的一个努力嘛 对不对 今天的这一个分享会 那我们在这里呢 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我们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本来呢我们呢 是称作中文系 在一开始创办创系的时候呢 我们是拉曼大学创系的八大系之一 那经过这十几年来的分享 经过这十几年来的奴隶 那我们的拉曼大学的中文系 终于从一个系变成一个院的规模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华研究院 那这个院里边呢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课程 包括了本科的中文系 还有硕士博士 那硕士跟博士呢 的研究领域 研究方向可以是很多元 是的包括 比如今天的这个 以天屠龙记 也可以是研究的这个范围 所以如果说大家 未来对这个中华这个领域 比如说历史啦 文学啦等等 有想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个研究 或者讨论的话 大家可以参与我们拉曼大学 这个中华研究院这里 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 一个分享 在这之前呢 那在这之前呢 也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 这里呢 是一个联系方式 如果说大家对今晚的这个分享 有些什么需要补充的 或者说有些什么需要 我们联系的 可以联系我们的拉曼大学的Facebook 就是Yuta4U 或者联系我们的WhatsApp 微信 或者我们的网址 电邮都可以 在这之前呢 临结束之前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预告嘛 那昨天我们有谈到了这个佛家 今天有谈到道家 明天怎么可能少得了儒家呢 明天我们有邀请到我们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的副院长 黄文斌老师 来给我们大家做这个儒家的一个分享 那一样是在八点半到九点半 同学们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 或者到我们的这个网站 那边去做这个Zoom的这个报名 如果说一样是没办法报名的 同时间我们也是会在这个Facebook 这里做这个直播的 那请大家留意哦 在这之前呢 最后最后的结束之前呢 那也给大家说一声晚安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刚刚呢我们在Facebook那边 我们有看到有同学 然后呢他们可能提出说 太极的这个创办者呢 他们有其他的想法 如果说你们对相关的课题呢 有其他想法的话呢 欢迎你们到我们南韩大学 中文系的网站 你们可以找到 我们陈弥教老师的一个电邮 你们可以直接这个电邮他 这个电邮他 然后呢你对鼓攻啊 招数什么的话呢 可以电邮他 然后因为可能大家的资讯不太一样 然后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欢迎你们电邮我们的主讲者 好 张老师 好 然后你们到Facebook上的问题呢 还有什么东西的话呢 我们之后都会去看 这个我们会去看 然后看你们的反应 然后呢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会同工学习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晚安哦 好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